强大的风浪打在兰宇的海面 截至19号中午为止 气象局表示已在兰宇观测到 11级的强震风 目前兰宇的船已经停舍 民事业者也赶在封岛前撤旅客 并准备至少3到5天的粮食 现在风浪的话慢慢的转向 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 交通上面的国外影响 停止 这也是我在兰宇第一次遇到台风 所以就是没有办法说提早回去 就是已经跟民宿那边就是讲好 要待两个月了 就只能看台风什么时候走 然后船什么时候可以顺利起航这样子 截至29号下午2点 马娃台风在俄乱比东南东方 约600公里的海面上 气象局预估台风未来会逐渐的 向西北方移动 移动速度是相当的缓慢 虽然台风强度有略微减弱 但仍是中度台风的等级 而以这样子的路径预估的话 气象局最快会在今天的晚间到深夜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那由于蓝宇地区离台风相当的近 我们要特别提醒蓝宇绿岛地区的朋友 注意这个台风的影响 而未来两天 在蓝宇绿岛以及恒春半岛这一带 都很有机会出现十级以上的强震风 除了蓝宇绿岛之外 气象局也表示目前台湾沿海的浪都相当的大 东南部海面已经观测6米至接近7米的浪高 而那这样的情形随着台风滞留在台湾附近 还会持续至少两到三天以上 因此提醒民众 台风接近台湾 因避免从事任何海上活动 旅游新闻总部大使 台湾附近台湾采访报道